飛著LV公式包下飛機 國際通緝犯奧納德又到台灣了 一路上他狂傳訊息 告訴親朋好友 我在台灣 有媒體跟著我錄影 前一天奧納德才被遣送到新加坡 根據了解 當地政府通知了通緝他的西班牙 卻被一督不回 奧納德在新加坡機場一日遊 又被原機遣返 奧納德被帶進機場收容中心 但是他進得了桃園機場 卻入境不了台灣 因為奧納德被我國列入 禁止入國對象 他涉嫌在意大利販賣 一千一百八十九輛 張車詐騙十億 被國際刑警組織發佈 紅色通報逃到台灣 十三號移民署處分 限期二十三號離境 十六號奧納德申請提審 但在十九號凌晨 移民署就積極安排奧納德離境 幾個小時後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下來 認為移民署行政程序有瑕疵 裁定示範卻為時已晚 沒想到奧納德又遭到新加坡 拒絕入境 原機遣返回台灣 但台灣也不給他入境 只能待在機場 移民署將再安排他遣送到其他國 國際通緝犯變成國際人酬 另外就這個遣返的原則是依照各國主權去認定 說到底是要遣返的為上一個出發地 還是回到一個國籍地 如果他要去第三國的話 那飛機票的錢要由他來進行支出 那如果說是遣返到上一個出發地的話 依照航空業的慣例 通常會由航空公司來進行吸收 奧納德被拒絕入境是新的行政處分 依法他的律師可以再提行政救濟 但是曠日廢時 到時奧納德恐怕早已被移民署安排 離開台灣